随着实在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汽车已经成为了大多数家庭的必需品 买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特别是对于那些预算线的消费者来说 更是一项重大决策 只不过随着新年线的崛起 现在价格方面一路跌至7万多 要知道它可是曾经售价16万呢 这样的性价比还考虑什么本田CRV呢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外观方面看起来非常的高级 尤其是前脸造型也是比较大气耐看 搭单的造型更是独特有个性 但整个这都看起来没有一点老气 可是现在现在要流畅硬朗 也是比较运动化 尾部的设计也是比较饱满 尾部的科技感也比较强 就整车在外观方面来说 非常的上档次 也是非常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审美 同时在价格方面也是非常的合理 指导价15万8600到21万6600入门级版本已经跌至7万999就能够拿下 对于这个价格 我相信很多消费者都不敢相信 就连我在内更是如此 但这个价格确实是实 实实在在的 在对于近期准备日式的消费者来说 更是一个好时机 动力层面搭带了1.5T和2.0T两款无能增压发挡机 匹配7弹干涉双利河边的箱 马力能够爆发出160和1826 扭矩能够达250和320 功率能够达118和137 百公里加速能够达9.7秒和8.6秒 百公里油耗能够低至6升 底盘方面还采用了强好独立想架 大家搭种大师级的调教 给到你强劲动力输出的同时 还能够给到你不错的稳定性和舒� 又能够在弯道中提供足够的支撑 整成了驾驶感受非常的出色 同时在内饰方面的设计也是非常上档次 低配车型搭载了8英寸中共屏 高配车型提供12英寸中共屏 都配备了车台智能系统 余音识别手机 互联车的蓝牙 以及LD大灯 自动车车上坡辅助 主动安全系统 拆业报警 无气囊 能够全方位保证出行乘客的安全 现在这款车价格方面还跌到ROOTS地步 无论是你日常家用还是长途出行 他都能够给到你美好的 你怎么看呢?